如何折百合花 在西方百合花一直是作为圣洁的象征 在中国,百合具有百年好合的含义 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你折百合花 你将需要一张正方形纸 第一步,折一个青蛙基础形 并使开口的尖端置于顶部 提示 青蛙基础形的折法 请参照几分钟网视频 如何折青蛙基础形 第二步,把位于中间的四个小三角形往上翻 使它们的尖角指向开口的尖端 你可以通过绕中心轴旋转的方法 找到另外的三个小三角形 并用同样的方法折叠 第三步,旋转纸片 让平滑的一面朝上 第四步,从封闭的一端开始 把单层纸往里折 使它的边缘和中心线对齐 在所有的面上重复同样操作 第五步,把相对的两片花瓣拉开 第六步,把另外的两片花瓣拉开 你可以用你的手指使四个花瓣弯曲 也可以用铅笔来弯曲花瓣 你知道吗? 公元四世纪,百合只作为食用和药用 极致南北朝时代 梁轩帝把百合花作为观赏植物 广泛配置 第六步,将来的两片花瓣拉开 感谢观看